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为车员 即宫廷上好家具材料 作为一种百年长一寸的硬物 紫潭因其才智绝伦 得之极难 自古以来被视为义木 亦记 真义之木 紫潭文化是中华木作文化的精髓之一 而中国传统木雕记忆的原雕 透雕 漏雕 也在损某记忆的连接下 由方寸的细微构建 组合成传统文化的载道之气 展示着中国紫潭雕刻记忆 和艺术之美的深厚内涵 陈丽华馆长又粘在家庭的感染下 对紫潭家具产生兴趣 继而从修复旧家具开始 与故宫博物院 善士园 朱家靖 王氏香等老专家们的结缘 开始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紫潭家具为蓝本 依照当年宫廷造办处的要求 制作紫潭家具 紫潭雕刻中的凿 刻 磨 蜡等工序 都极为重要且精细 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红木雕刻艺术的独特魅力和深厚比喻 北平城门没有了 我做城门 北平城门没有了 我做城门 也没涂纸 又买报纸 买照片 还没想到我能做成 后来一点一点点做 酒门 十秒 十个角龙 内酒 外戚都做出来了 陈丽华在成功复制故宫紫潭家具后 又萌生了 用紫潭模型 再现老北京古建筑的想法 经过前后八年 三千个日夜的努力 2016年 十六座严格按着十比一比例复刻 用紫潭和阴沉木雕刻的老北京城门 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 陈丽华的紫潭雕刻 把皇家御用带出深宫高墙 还让搬不走的穷龙御走出国门 把中国传统建筑的传世经典 送到外国语言身边 今日之中 文博热火爆 文创风尽吹 蕴含着非遗记忆的文化创意产品 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别具匠心的紫潭粉抱枕 充满檀香的手串 百件和工艺品 以及与故宫联名的紫潭护肤产品 非遗文化正在融合古今 于传承与创新之中绽放光彩 许多学校和教育机构 开设相关课程 让孩子们了解 体验中国传统幅 小朋友们 研学体验的好奇目光 也在博物馆的各个展品前 闪闪发亮 盛世修文 我们这个时代 国家繁荣 社会平安稳定 有传承民族文化的意愿和能力 要把这件大事办好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 中央总管时的一席话 发人深情 当越来越多民众 特别是青少年 认识 认同历史文化遗产的魅力和价值 我们的瑰宝 才能所拖延 代代相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